今天 台媒报道了林心如和霍建华一家出来聚餐的画面 原来这一次是霍建华 林心如带着女儿与两边的老人家一起吃饭 毕竟两边的老人们很久没有见到孙女 所以霍建华安排了这一次聚餐 当天 林心如 霍建华现身 林心如全程牵着女儿小海豚的手 母女俩一路走一路笑 看上去十分开心 尤其值得注意的就是林心如和小海豚真的是超像的 五岁小海豚的五官 简直就是复制粘贴了妈妈林心如 网友们也是在感叹林心如的基因也是很强大 在吃饭期间 双边的老人入座 霍建华不断地给老人们敬酒 果然就是超级体贴和殷勤 想必岳母大人是相当地喜欢霍建华吧 不少粉丝们还调侃 昔日里看到的霍建华都是酷酷的 很少见到霍建华这殷勤的一面 大概是见到爸爸给长辈们倒酒 所以小海豚也就模仿起来 也开始给自己的妈妈林心如倒酒了 果然是有样学样 霍建华 林心如看着小海豚倒酒的画面 眼睛里都是有光的 网友们纷纷调侃 这就是老父亲老母亲的即视感 其实 林心如和霍建华还是经常带着孩子出来聚餐游玩的 虽然林心如和霍建华在社交网站上对孩子的保护很严谨 从来没有曝光过孩子的长相 但是 有不少媒体晒出过一家三口的画面 小海豚长相精致 和妈妈林心如简直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网友们都称呼 小海豚是迷你版的林心如 虽然之前很多粉丝们不看好林心如和霍建华 甚至还因为霍建华与林心如在一起 霍建华的粉丝们都开始脱粉了 不过霍建华并不介意 因为在他的心里 家人大过天 没有人什么比自己的妻女更重要 如今 霍建华和林心如时常在社交网站上秀恩爱 网友们都开始羡慕他们的爱情 称呼他们是神仙眷侣 甚至还有不少网友们都开始从不看好到默默祝福 想必霍建华 林心如就是用行动证明了他们之间的真爱吧 林心如 霍建华全家聚餐 小海豚给妈妈敬酒 五官和林心如一模一样 我们也希望林心如和霍建华能够多多分享自己的全家福 早日公开女儿的长相 相信漂亮的小海豚一定会做收数百万妈妈粉丝的 林心如和霍建华已经结婚六年 他们在这几年里虽然回归了家庭 但依然恩爱如初 也经常在社交平台分享甜蜜的婚后生活 也许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林心如和霍建华的感情就在十二年间 慢慢地从友情转变为爱情 从不太熟的朋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林心如和霍建华相似于电视剧《低下铁》的拍摄 那时候 林心如29岁 霍建华26岁 霍建华因为从小父母离婚 所以一直挺自卑 性格比较内向 林心如后来参加采访的时候透露 霍建华基本不和剧组的人交流 当其他演员玩得很开心的时候 霍建华经常会默默地坐在阳台看窗外的风景 不和大家一起玩 也不怎么说话 林心如虽然小的时候父母也离婚了 但她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性格依然开朗乐观 林心如当时看霍建华不说话 自己也不太好主动去找霍建华沟通 所以 两个人那时候并不是太熟 过了几年以后 林心如拍电影的时候摔倒 有媒体拍到霍建华去探班的照片 只见她在人群中心疼地看着林心如 也许在那一年 他们之间慢慢有了爱情的火花 霍建华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关心着林心如 又过了一段时间 林心如在社交平台发布了 自己和霍建华的贴脸照 还被张柏志的化妆师调侃到 一对小情侣 恭喜恭喜 当时这张图在网络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不少人都觉得他们已经默认恋情了 他们那时候还被网友发现有同款的情侣装 情侣手链和戒指 可见他们的感情非常甜蜜 林心如和霍建华也在社交平台 发布过同一片新型天空的图片 应该是一起去旅游了 大约在电视剧《青世黄飞》的拍摄期间 林心如和霍建华多次拿着同款草莓形段的暖手套互动 一起卖萌 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 他们就没互动了 好像是分手了 直到林心如摔伤下巴 霍建华赶回去探望 才重新有了他们两个人的消息 霍建华后来和林心如一起参加颁奖晚会 他隔着胡歌偷看林心如的瞬间 被摄影师巧妙地抓拍了下来 那时候霍建华就完全藏不住对林心如的喜欢 在这种场合也情不自禁地表现了出来 霍建华在那场晚会还隔着胡歌向林心如要纸巾 原本林心如表示自己的纸巾已经用过了 胡歌也拿出新的纸巾递给霍建华 让大家没想到的是 霍建华后来选择了林心如用过的纸巾 拒绝了胡歌给的纸巾 后来林心如过生日 霍建华被媒体拍出酒后告白林心如 好像这时候他们就正式复合了 当时刘涛也来参加林心如的生日宴会 他们还和刘涛一起合影了 霍建华后来向林心如浪漫地求婚 他们都在采访中说过求婚的过程 当时霍建华给林心如准备了惊喜 还把林心如的同学请回来见证 霍建华在婚礼上其实挺开心的 没有黑脸 他们当时没让一些媒体进行婚礼现场拍摄 导致有些媒体故意把霍建华不笑的照片发出来了 霍建华参加采访时曾经透露 在公开恋情后 他带着林心如手牵手去火锅店吃火锅 那个火锅店有很多人 霍建华当时说这句话的时候很兴奋 真情流露的同时 也让主持人鲁豫感动得哭了 结婚后的霍建华也很宠爱林心如 林心如拍戏的时候 霍建华送了一车关东主应援老婆 霍建华还写道 祝最美丽的老婆制作人 华灯初上拍摄顺利 霍建华经常探班林心如 为了不打扰老婆的工作 就默默地在墙角等待 林心如和霍建华这样细水长流的爱情 也让不少人感动 很多时候 夫妻俩在一起平平淡淡才是真 互相包容互相支持 爱情就能越来越甜蜜 他们在一起有过很好的合作 发现两个人彼此很合拍 渐渐被对方身上的品质和气质吸引 最后才走在了一起 霍建华和林心如是多年的好友 并不是毫无关系 他们在早年就一起合作过地下铁 还有我们印象最深的青世皇妃中 他们也有着很默契的合作 两个人的演技都不错 而且这部剧是林心如监制的剧 霍建华的参演也是帮助林心如 让她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 他们两个人一个是俊男 一个是美女 两个人相互看对眼 这是很正常的 而且他们的年龄也很相仿 又同是台湾演员 两个人在硬件条件上是很般配的 林心如多年来还是温柔少女的模样 这一点是很吸引男生的 随着时间的变化 霍建华也变得越来越有男人味 所以他们彼此以颜值和气质打动对方 又是多年好友 走到一起很正常 他们两个人在一起能够相处好 林心如也是属于比较独立的人 不会老黏着她 有自己的事业需要打理 而霍建华也希望找一个能够独立 给她更多自由的女生 不会因为一点小事就闹脾气 所以他们在一起也很合适 两个人对生活的追求也很相符 才让他们最终走到了一起 在《青世黄飞》中 这两个有着演技的俊男美女的装扮 看起来非常养眼 他们在演对手戏的时候 看起来特别般配 而且表现出情真意切的感情 一点不像在演戏 就像是自己内心所感 那个时候 应该两个人彼此心里 都很有恋爱的感觉吧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